湖水之中到处都是一座座断裂的山峰 有的还稍稍保持着圆状 有的则四分五裂化为一个个矮矮的土包 这些山峰之上零散地亮着一团团光芒 仔细望去便可以看到一处处各色的光幕 里边罩着的便是已经开辟出来的一座座水斧 这些水斧大多与这边距离极远 看起来就像是夜晚天幕中的一枚枚星辰 韩丽带着胡小成一路前至水底 来到了一座看起来不过数十丈高的小山峰前 胡小成凝神望去 就见小山峰顶部笼罩着一层光幕 里面隐约能看到一座依山而建的狭长的院落 韩丽拉着他的胳膊身形一纵 便骤然破开水浪冲入那层光幕之中 一进光幕都违背湖水包裹的感觉立刻消失 两个人落身在院落前的一片广场上之后 韩丽随即撤去了笼罩在他们身上的光幕 胡小成看着身前院落大门上的一块匾额 惊讶地叫道 祖师堂 这里竟然是那个宗门的祖师堂 不然你以为为何这么多年来 都没有人能破开这里的禁止是为什么 其实如此 贵客你是怎么破开这些禁止的 胡小成不加思索地问 我看得书多 韩丽笑着回答 这座宗门祖师堂的庇护法镇呢 他还真在古籍上见过 况且毕竟不是护山大镇 加之他本就懂一些破禁的手段 破解起来呢 自然不用太费功夫 那贵客你这次可真是赚大发了 据说宗门祖师堂里 一般都供奉有宗门秘典和重器呢 胡小成说着一脸的艳羡 韩丽一边走上台阶去推那两扇黑色的大门 一边随意地说道 秘典或许会有 重器就别想了 遭遇灭门之祸 连祖师堂所在的山峰都被人一剑削了去 真有什么赈宗的重器 也早拿出去遇敌了 也不会留在祖师堂里 少女有些失望地说 哦 那真是太可惜了 不过很快 他就又高兴了起来 说道 有秘典也很不错了 上等的修炼功法 一样也很珍贵啊 若能得到几步 也算不需死刑了 咯吱 一声响 已经不知道 尘封多少年的祖师堂 山门 缓缓地打了开来 露出了一道狭长的天井 中间庭院空空 只摆了一口青铜大钢 上面生满了 青绿色的铜锈 走进了一看呢 韩丽发现 这青铜大钢四周 欠刻着一些古朴的符文 缸中盛着半缸清水 上面漂浮着一朵墨绿色的睡帘 上面传来隐隐浓郁的水属性法则之力 哇 好浓郁的水气 这个湖小城啊 不过是圆英奇的修为 对法则之力感受不深 不由得惊讶 韩丽笑了笑说 他样子还是有好些东西在的 说完他大手一挥 那青色大钢 便在一层银白光芒下消失不见 被其收入到花之洞天当中 天井的两旁有两座宽敞的廊道 一直通往了天井尽头处的一座大殿 这一座大殿呢 似乎是一座用来议室的中堂 里面除了摆放着一些 早已腐朽的蒲团之外 就再无别物 显得有些空空荡荡的 穿过了这座中堂 后边是一座小院 面积比前面的天井大上不少 整个以白石铺就 看起来呢 倒像是一座不大不小的 阎武厂 阎武厂之后 便是整个祖师堂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一座建筑了 韩丽仰头望去啊 就见这大殿门营之上 挖着一块珠红匾额 上书 远远流长 四个四 近的殿内 迎面看到了一架高高 助力的九层供桌 供桌之上摆放着 一块块长方形的木盘 上面雕金 苗花 做得十分的精美 造型并非是寻常 侍颈人家的祖宗灵牌模样 而是一种供养生者的长生牌 韩丽略以轻熟之下呀 发现供给有八十余人 全都是该宗门的掌门和长老 在最下方一层供桌上 摆放着两本厚厚的金玉书册 上面还笼罩着一层金色的流光 韩丽上前略以查看 发现上面竟然还有着封印禁纸 只不过因为年代久远的关系 灵力不济已十分微弱了 他随手将之破解之后 翻看了一二 便发现呢 这两本书册都不是什么功法秘典 其中之一 记录了宗门从建宗到灭门之前 经历的一系列大事 算是宗门的绝年祭典 另一本则是宗门的蝴蝶大典 记录了宗门从创派祖师到内外门弟子所有的名册 吴小诚忍不住叹息说道 唉 原来这个宗门是叫清静宗啊 传承了那么久 竟然还是免不了灭门之祸 韩丽文言不仅想起了真言门和明寒仙府 他们不是一样突然就遭受到无望之灾的吗 他望向供桌最高层 目光微微一闪 忽然发现那块写有长青流的长生牌 有些古怪 便隔空朝其中一抓 长生牌搜的一下飞落而至 韩丽一把抓在手里 他双目中紫光闪烁 看了片刻之后嘴角微微勾起一个弧度 抬手在牌身上点动起来 片刻之后 长生牌上亮起了一片清光 一枚隐藏其中的玉剪飞了出来 韩丽拿走玉剪之后 抬手一挥把长生牌又放回到原位 可是做门秘典 胡小成在一旁看得惊奇 瞪大眼睛问道 韩丽抬手将之放在眉心探查片刻之后 点点头说道 不错 还真是他们清静宗的功法 叫做无形路 我还担心贵客这次白跑一趟 什么宝贝都捞不着 那可不就白白花了那么大一笔钱 现在有了这秘典 我就放心了 韩丽闻言微微一愣 嘴角也多出一点笑意 她带着胡小成啊 把这整个祖师堂又查找了一遍 发现 当真在无他物之后 少女多少觉得还是有些可惜的 不过韩丽并不觉得亏 那本无形路乃是修炼水属性法则之力的功法 虽然与他用处不大 不过至今还留在黑风海域的地化身 却用得着 而且之前被他收入花之洞天的那口青铜大缸啊 与那株金色睡帘也明显是不俗之物 光是这两者 比他之前付出的先缘时 就已经绰绰有余了 整座祖师堂毕竟是位于湖水之下 虽然并不风丝吹拂 却也显得凉爽异常 韩丽带着胡小成 坐在祖师堂大门的门槛上 仰头望着上方那层光幕 两个人居士正正无言 韩丽突然问道 胡姑娘 那执事长老让你跟着我的时候 是不是还嘱咐你 要随时汇报我的行踪啊 你怎么知道 话一出口 这少女就后悔了 只好又挠着头说 其实也不只是你 所有来此租住的贵客 宗门都会派一个人跟随 当然这不是强制的 可以拒绝 只不过别人都是些 自容极美的仙子姐姐 一般没人会拒绝 这次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陆长老竟然派我跟着来了 那位长老是对我起了轻视之心 不相信我能破盖水府的禁止 所以才让你来的 哦 原来如此 记住 别人可以轻视你 甚至轻贱于你 你自己可不能轻视自己 我关你修行资质不错 如今还卡在原营后期的瓶颈 多半是受限于资源吧 胡小成不知道 韩丽为什么提起这个 有些迷糊地点点头 韩丽手掌一番 取出一只珠红色的小瓷瓶 递给了他 那 我身上没有地界修饰何用的丹药 这小瓶里啊 也得等到你 至少合体期以后才能用 你想收好 在日后修炼时 再服下吧 胡小成文言愣在当场 一时间并未伸手去接 韩丽健壮把小瓶塞到他手里 抬起手指 在他眉心一点 胡小成顿时觉得石海一震 整个人都有些飘忽 身子晃了一晃 随即又重新坐稳 才发现呢 韩丽的手已经收了回去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